今天我們上來看鵝表哥了 我媽說的鵝表哥已經慘淡了 叫我把鵝蛋撿下去吃 鵝表哥跑了 等等 那啊 鵝表哥 鵝表哥最近有一點暢狂 你敢跑那邊 我們幸好回來幾時 不然鵝表哥要失本了 你們說那個鵝蛋來帶到鵝蛋 他是帶魚吃 鵝表哥你來魚吃鵝鵝表 魚吃鵝鵝拿到鵝蛋嗎 鵝鵝啊 他說的水池邊上留一圈 你慢些 鵝子蛋 萬一你換個腦鵝不 它不香 是嗎 我呢 也是 拿了這個蛋嘛 盆子拿出來 給他們給點吃的一會兒 鵝表哥 你下的蛋啊 小楊 他摔都不摔我 拿了個蛋 聽老大人他們說那個鵝表哥 反正已經下了一兩個蛋了 我再找看看 我去這裡面不會是蛋吧 哇小楊 這不是蛋嗎 一個 一個 還有一個我去 這鵝表哥還不錯呢 你看 這是鵝表哥給你提供的營養品 我哪不是說的有小碗那麼大嗎 這不是小碗那麼大嗎 我還從來沒見過鵝蛋 跟沒吃過 本來我們原句話是今年過年 把鵝表哥搞個鐵鍋盾 但是現在看來不能動它 不能動 捨不得 有雞蛋 有藕的 你看他專門下這個草裡面 還用草把它蓋到的 說明這個藕也是相當的聰明 對 快點去吃的 上楊家山來尋包 生活大大的 看來我們叫鵝表哥功勞大大的 以後還要把它吃好一點 不能想到鐵鍋燉大鵝了 鵝表哥來哦 吃飯了 鵝表哥 你一天不要到處跑 我給他超母機上來看你 多下點爛 我們沿著這個魚塘走一圈 看看他還有沒有下在水邊上 我哪一會兒在水邊上撿的 他要幾天才能下一個 多吃點喊一天下一個 因為他那個蛋大 下的慢 超小廚 嗯 你聽現在過年的都回來的好遭著 是啊 遭著都放高音了 嗯 這是上次哪兒撿的 喊拿回去每天給你蒸一個 兩個 五個 還有雞蛋 小楊 咱們娘喝我 屁都沒我沒的蛋 你咱們娘啥子喝你的嘛 搞了半天找錯地方 我去小楊快發財了發財了快來 是不是發財了 來 不 這留在上面 下面的蛋不給你吃 夠了下面那麼多雞 我們老母雞都啥子了 哪來供上去吃嘛 那屋裡還有啊 這幾個沒拿了呢 這蛋給他們放著的 二天你上來又吃是嗎 是嗎 走回家了 小楊 上山燒當的感覺是不是很好 要不要把那個老母雞吊一隻蝦下去 不要 那天我們才啥一個 少一個呢 今天的掃蛋一時結束了 呵呵呵 我不要跟我們要椅子留到了 給我們下蛋了 今天視頻就到這拜拜